今天的天气太好了 非常适合出来晒太阳 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是在哪里 看看这海水 蓝天白云 海天一色 大强现在在的位置 就是深圳的大鹏半岛光湖沙滩 光湖是一个村子 依海而建的一个民宿村 有非常多的民宿 这个沙滩也经过了两年多的改建 所以现在比以前就更加完善一些 而且最主要是这边的海水非常清澈 非常适合游泳下海 360度环绕给大家拍一下 前面看到那一片就是宽幅沙滩了 今天还是有蛮多人在这边游泳 对面看到的那些围栏绿花带 都是经过了凡修之后才有的 以前这边就是一个沙滩 其他的啥也没有 在对面看到的那一排排房子 就是属于光湖村里面的民宿 这边是有一个沙滩服务中心 整个这一边就全部都是属于石滩 但现在因为疫情管控 所以这边拉了一条绳子 也就是绳子的左边是活动区域 不能越过这条绳子 其实前面那一片石滩景色还是不错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就是进沙滩的路口 旁边这里就是停车场 私家车全部是停在这边的停车场 这里是离沙滩最近的一个停车场 如果说这边没有位置 就只能停在上面 那个村子里面的大停车场 看一下这条街就是属于光湖村 离沙滩最近的第一排民宿 但是这边餐厅比较多 很多民宿都是在第二排往后 这里面就是停于村子了 这边还有一排靠停车场的餐厅 看到这个巷子往里面走 就是进到村子里面 那么整个光湖村 它是以中间一条主干道 划分一分为二 靠左边就是靠沙滩比较近一点 右边就是属于海拔比较高 但是距离沙滩就少远一点 但是如果说你定得好 民宿的位置定得好的话 可能也能定到一些海景房 因为靠右边的一些民宿 大部分都是一些地段偏高的 像这家民宿也是比较有特色 门口还种了几棵椰树 一楼是一个小清八 这也是一家独门独院的小民宿 这家民宿房间不多 也就六七间房 比较适合一些小团队 在这边搞活动 门口这个院子空间还可以 这也是一家独门独院的小民宿 住两层 这个整个一栋 大概也就是住十来个人 这也是一家独门独院的小民宿